大数据或者云计算 这样一些数字技术 那么金融大家都很知道了 就是资金的融通 那么所以呢 因为有数字 所以需要这个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一个普及和大众化 那么在这个互联 特别是在互联网的商业化之后呢 这个数字金融的行业就逐渐的兴起 那么数字技术到底在这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金融的角色是资金的融通 那么在资金融通过程中 你可能要涉及 比如说涉及很多借贷 那你怎么去确定你的 比如说你有一笔钱要借给别人 你怎么确定你的借款人 它是具有良好的真性的呢 那么其实我们就需要去缓解这种所谓的信息不对称 那么有很多种方法去缓解 但是数字技术在缓解这个信息不对称 可能能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因为它能够去追溯 它能够通过数字技术去追溯你的整个借款人的 比如说它的交易历史 比如说它的足迹 能够去告诉你这个借款人 到底它的真性状况是怎么样的 所以通过数字技术跟金融的相结合 是能够为这个金融 能够去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 更好的发挥金融资金融通的一个角色 所以数字金融就慢慢的一个兴起 那么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 那是领先全球 这个是我们中国可能能实现 弯道超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 在2019年中国全球的金融科技里面 12强的企业 中国占了四星 比如说蚂蚁金服 京东数科等等 那么中国的 那么从中国的这个移动支付来看 因为数字金融里面很重要 一块移动支付 那么根据我们的测算 我们团队的就是我们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个测算 他已经他的这个从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使用的情况 已经跨越了传统的这种人口的一个浮缓溶线 中西部地区的人口也在大规模的在使用这个移动支付 这个就是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也非常不容易 那么中国数字金融究竟它的原因 这个兴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比如说我之后会讲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 那么大科技时代它有一个常委效应 那么人口规模越大 那个数字技术能够服务于大众的边境成本就越低 那这个造成了这个数字金融的在中国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中国的这种金融意志导致金融需求很高 包括中国的整个金融监管的包容性 也是这个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领先全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以往的研究有很多 开始有一些去研究数字金融的一个经济效应 但这些研究主要都还是集中在一些 就是一个侧面 那么我这本书是试图去全面去分析这个数字金融的一个经济效应 那么 好那在分析这种经济效应的时候 那首先就要涉及到那怎么样去衡量这个数字金融 那么在这里我相信大家也都清楚 我们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蚂蚁金服 这个数字金融发展是在中国去不论从各个省份都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就 并且它还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普惠性 大家可以看2011年的时候其实发展最好的是在东南部地区 然后呢是中部西部 但你如果看2011到2018年的一个指数的一个增长 你可以看到其实西部的这个增长率是很快的 也就是说数字金融其实推动了这种普惠金融的一个发生 那么这也为这个数字金融能够对这个经济增长 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做了一个铺垫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探讨说数字金融的发展 它到底为什么在中国这么能够发展这么好 那么刚才做了一个假 就是刚才说了三个原因一个大国一个金融意志 还有一个监管的一个宽松 那么我呢我这本书呢主要我有一篇文章 来阐述呢这种大国的一种效应 可能是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原因 那么就那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大科技平台它的常委效应 那么中国的人口规模又很大 那么它这种数字金融数字技术的一个服务的边际成本 那么就在随着人口的规模的扩大是在降低的 所以呢你可以预期说人口规模越大 它的数字金融应该发展的越好 所以呢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统计分析 这是一个相关性分析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被解释变量 我是一个数字金融指数 核心的解释变量是一个人口规模 我用的是地级式层面 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我怎么控制变量 其实人口规模跟这个数字金融指数都是正相关的 也就是说其实数字金融的确是具有这种大国的一个效应 一个城市它的这个人口规模越大 数字金融的发展越好 这可能能够从一定层面去解释 这个数字金融能够发展的这么好的一个原因 好那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原因 但我在这本书 因为其实有很有大量的原因 我在今天的研究呢 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不展开 好这是这个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的一个概况 那么接下来第二部分呢 是关于数字金融的一个经济增长效应 这个就是我试图通过收入和消费两个层面 去评估中国数字金融发展 到底对我们经济发展 对居民经济决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里主要包括三个内容 其实主要是两块 一块是收入一块是消费 那么收入里面我探讨了创业这样一个机制 这形成了这个三个一个研究的一个成果 那首先第一个叫做数字金融发展 跟居民收入的一个包容性增长 那为什么要研究这样一个数字金融发展 跟包容性增长这样一个议题呢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数字金融发展它实际是具有这种 普惠金融的一个特性 那么其实你可以刚才那个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的那图 大家可以发现这些中西部地区的人口 它的这个也在大规模的在使用一种支付 那么反过来 但是呢 那么反过来来看中国的传统金融体系 其实是不太完善的 特别是它具有大城市或者是城市的一个天象 那么居民是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资金约束 比如说你有一个idea 你想创业 你想去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但是你未必能 但是你没钱 你未必能够从银行获得足够的资金 为什么呢 因为传统金融它是依赖真性的 如果你需要有一定的渠道去积累你的真性 比如说你需要有信用卡 那举个例子 比如2015年中国的信用卡发行量才5.3亿 也就是说两个人才能 可能两点几个人才能有一张信用卡 那么没有信用卡去积累真性的话呢 那么你可能就没有很具体的一个真性的一个真性分 但数字金融能够缓解这样一个真性的一个过程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你如果有用微信和支付宝的话 其实你平常在上面 比如说你吃饭或者交水电费 这些其实都是在给你累积一些数字真性 那么这种数字真性其实呢 你可以用这个数字真性能够在一些 比如说支付宝 它有戒备 是吧 然后呢微信和微利贷 这些 还有包括其他的金融平台 你可以在上面 如果你真的有IBA 你可以在上面贷款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层面上 其实它是拓宽了整个金融服务面 所以呢 相当于它带来了一种机会的均等化 所以它有可能能够带动一种收入的一个均等化 好 那么包容性增长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包容性增长关乎效率和公平两个层面 包容性增长首先它关注收入增长 其次它关注这个收入的一个分配的一个均等化 所以呢 我们提出的一个假设是说数字金融 它其实能够带来收入的一个增长 同时能够通过这种机会的均等化呢 能够带来这个收入分配的一个均等化 好 那么我们首先呢就是利用这样一个假说来验证这样一个数字金融发展跟包容性增长这样一个主题 好 这是我的做的一个实证模型 这个是一个统计模型 左手边是这个 每个家庭的一个收入状况 那么右手边呢 有一个家庭所在地区的数字金融的一个发展 还有包括一系列控制变量 这是传统的 非常就是面板数据模型所要所满足的一切设定 好 那么这 那么这个模型呢能够去探讨数字金融跟这个发展跟这个居民收入的一个影响 那么我还会采用分样本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去探讨这种收入分配的一个影响 好 所以这是一个基准的一个模型 好 那么数据呢 我采用的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家庭最终调查数据 叫做中国家庭最终调查 这个是北大的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一个数据库 它是一个面板数据 两年调查一次 那么我通过这两个数据来合并 因为这个数据里面有完善的一个收入了 消费了各方面的一个信息 家庭层面的 当然也有个人层面的其他的一些信息 那么最终将这两个数据合并 可以合并到三年的一个面板数据 能够看到一个地区的一个数字金融的一个发展 这样一个冲击 到底对家庭的这个收入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好 那么统计描述我就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我们的整个 这个第一个部分的一个分析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回归 我在这四列分别 在没有控制变量以及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去考察 数字金融发展 跟这个居民的一个家庭收入的一个 对家庭收入的一个相关性 或者 的一个相关性 那么可以看到 不管我们有没有控制变量 数字金融发展都能减速的去提升这个家庭收入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最基准的一个回归 就说明数字金融发展的确是能够起到一个增收的效果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探讨说 有没有具有 数字金融发展有没有具有一些 奥融性的一个特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数字金融发展 你如果分东中西三个地区来看 数字金融发展是对中部地区的收入主要起到贡献 那么考虑到中部地区 它的收入本来是比东部地区要来得要低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发现呢 是能够去来 来证实数字金融发展是能够缩小区域收入差距的 那大家可能会说 西部地区为什么没有提升 那这个呢 我在后面的研究中会有一些 我们先在这里按住步表 后面的研究部分能够去解释这样一个内容 但是至少从中部地区来看 它是能够起到一些区域差距的一个缩小 那么如果你分城乡来看 其实也很明显 我们发现数字金融发展 它主要提升的一个家庭 就是农村家庭的一个存收入 但对城镇家庭的收入是影响不大 至少是不显著的 那么这个呢 那这说明说数字金融发展 它可以起到一个缩小城乡差距的一个 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作用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有可能是因为城镇居民 他已经享有了很多的这种金融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传统金融是城市偏向的 所以数字金融发展可能给他带来的便利 但他不一定会给你征收 但农村呢 有可能原来他的金融服务是不完善的 那么数字金融是能够补充到 这一部分的一个就是收入 就是补充到这一部分金融服务 所以能够给他起到一个增收的作用 并且我还发现数字金融发展 还能够降低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化 在这里我做了两个分位数回归 包括横界面和面板两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在下四分位数这一块 数字金融发展对这个家庭的收入的提升是最大的 也就是说他还能不仅能够缩小成乡收入差距 还能够降低农村的一个收入不均等 好 那这是一个小节关于收入这一块 数字金融发展是有利于增收 并且他有利于缩小成乡收入差距 并且能够改善农村的内部收入差距 并且他的经济效应也是可观的 大家可以看到数字金融发展 这个指数提升一个标准差 也就是说一个城市 如果他的排名从落后一个标准差 到提升了一个标准差的话 这个地区的家庭收入会提升 11%到15个百分别 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这样一个提升 好 所以呢 从这个简单的分析来看 数字金融是能够促进中国的居民收入的 一个包容性增长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包容性增长的内在机制在哪里 那我们刚才已经简单说了 它可能可以促进这个创业的一个均等化 本质上数字金融是带来一个机会的一个均等 那么我们这里创业为例 那我们也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 去解释为什么数字金融能带来包容性增长 因为它能够带来借贷的一个 就是它能够便利的这样一个借贷 因为它能够提供一些真性的一个服务 好 那么接下 那么我们为了分析这个机制呢 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新的模型 这个模型是关于数字金融发展跟家庭创业的一个模型 在这个模型里面被解释变量 这时候我用的是一个创业的一个指标 那么创业是一个虚拟变量 那么很多文献都探讨了创业的一个决定因素 那么我们这里探讨数字金融的一个发展 是否对创业有影响 好 那么我们创业定义为怎么样呢 如果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 我们就认为它是创业 并且我们关注创业的一个变化 如果上一年回答否 本年回答是 那么这就是一个创业的一个 那么我们定义为一 其实所以是一种新增创业的一个概念 我们来看看数字金融到底能不能带来新增的一个创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组回归 从全样本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不显著的 也就是说好像看起来数字金融 好像跟家庭创业是没有什么关系 但如果你分样本来看呢 数字金融发展是能够对农村样本 对农村家庭起到一个创业的一个作用 只不过它的这种显著性 可能被城镇样本给稀释掉了 因为城镇居民 他可能不需要数字金融来带动自己的创业 因为他本身有很好的一个金融服务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促进了一个创业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均等 至少从抹平了这样一个城乡的一个差异 好 那么这些分析可能会有一些 内生性的一个问题 我之后的分析大部分都会是 在解决内生性的情况下去探讨一个 因果的一个效应 为什么会有内生性问题 因为数字金融发展本身跟地区的经济增长 是相关的 所以创业 可能一个地区的创业水平越高 那么数字金融发展可能是越快的 所以我们使用的是工序变量 这是两个球面距离的工序变量 我重点介绍第一个 它是跟杭州的一个球面距离 那么杭州是蚂蚁金服总部 因为我们用的是蚂蚁金服的数据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那么这样子的话 离杭州越近应该数字金融的发展 应该是越好的 但是它不必然离杭州越近 经济发展又越好 所以相关性和排他性 大致能够得到满足 那么我们也控制了 区域的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 来进一步去克服 这个排他性的一个约束 那当然我们还将这些工序变量 这两个球面距离 跟这个全国层面图所在市之外的 数字金融的一个指数的君子 来做交互 来最后得到我们使用的 这个两个工序变量 好 那么在这样一个工序变量 一个回归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数字金融发展 也是仍然是对农村创业 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作用 并且显著性是有提升的 那说明说原来的 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作用 还是有一些低估 所以我们得到了数字金融 跟这个农村创业之间的 一个因果效应 就是它能够促进农村创业 并且带来这个创业机会的 一个均等化 好 那么在后续的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进一步 还做了一些分析 谁从数字金融发展当中 会议更多 也就是谁在农村居民里面 有哪些群体 他是更会创业的 那么我们分了几类人 通过物资资本的差异 物资资本差异 我们用收入和用土地来分类 人力资本我们用教育水平 社会资本呢 社会资本是什么 就是说你如果是 你如果想创业 然后你有很多认识的人 你可能能从这些认识的人里面 借到钱 这就是社会资本 那么数字金融 有没有可能说让那些 没有认识很多人的人 这些群体也能够借到钱呢 那么我们就发现 数字金融发展是特别有助于 低物资资本和低社会资本的 群体的创业行为 也就是说他能够突破这两类行为 但是利资本 这个也很好理解 因为你要用会用数字金融 你才能够去通过数字金融 去借钱去创业 所以呢 人力资本是没有这样一个功能 但是物资资本 社会资本 已经能够让我们确信 数字金融是能够去促进一个 中国的一个包容性增长 这是我研究的第一个层面 就是从收入 数字金融发展是能够促进收入 并且促进收入的包容性增长 那么从创业这样一个机制去解释 为什么它能够带来这个包容性增长 这是我这个主要的第一个研究 那么从 那第二个研究 我从消费来看 数字金融跟消费 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说消费很重要 为什么重要呢 我们为什么现在会开公开课 因为疫情 那么这个疫情 导致这个我们国家 一季度的经济 GDP的一个增长率 负值 那么这里面消费是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因为大家都不出门不消费 所以 而且呢 现在呢 全球又在有一个逆全球化的一个趋势 怎么样提高内需 当然很重要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探讨的问题就怎么样提高内需 那么能不能通过数字金融来提高内需 好 那这就是我的这个研究的一个话题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数字金融能够增加收入 那么增加收入自然能够增加消费 那么我们关心的是 他们能不能在边际上再增加的一些消费 比如说你现在挣了一块钱 你可以有三毛钱去用来消费 那能不能提高到四毛 数字金融能不能提高这个 这个提高到四毛 这是我们关心的话题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图 左手边是最终消费率 右手边是互联网的上网人数 大家可以看到互联网上网人数 在06年开始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提升 然后最终消费率是一个U型 也就刚好在互联网上的上网人数 开始快速上升的时候 最终消费率是开始触底反弹 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我们这个研究而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为什么数字金融能够在除了收入之外 可能还对消费会有贡献呢 那么我们这里有三个假说 有三种机制是有可能 第一种是便利支付 因为你可以缩短购物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现在出门购物都不带钱 不带卡 你只需要带一个手机 微信支付支付宝就行 那这样一种缩短购物时间 我们叫缓解预持现金约束 有没有可能边界上去刺激你的消费欲望 这个是一种机制 第二种机制 数字金融可以便利你去借钱 借钱来消费 这也是有可能 第三种 数字金融它能够提供一些保险 互联网保险业务 那这有些人可能是他的保险 就是他没有足够的养老保险 那么如果他去购买保险 他会不会感到更加安心 然后呢 这个消费也会提升 那么我们有 我们这个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它有不同部门的一个数字金融 一个发展 他能够去便利我们去做这样一个 三种机制的一个讨论 好 那么这里我们 其实在这个研究里面 我们有一个一般均衡模型 去探讨为什么数字金融 跟购物时间之间会有关系 那么在这样一个购物金融 时间模型里面 把时间分成三 一个人的时间分成三块 一块是劳动 一块是休闲 还有一块是购物 那么这个购物呢 购物的时间 当然是很宝贵的 那么取决于什么呢 它取决于一个 我这里画的框框 叫做受到实际货币与额量的一个限制 如果你现在手头有钱 钱比较多 那你购物时间可以比较短 因为你不用去取钱 但数字金融有可能去降低 这样一个限制程度 这个Y 也就是说这个Y 为什么会降低 因为你现在不需要钱 你现在只需要一个手机 那么我们其实主要是探讨这个Y 最终会不会对这个消费产生影响 那么我们这样一个一般均衡模型 最后证实出来是有影响的 为什么会有影响呢 因为其实很简单 因为你这个 你节省了时间 那么你这个时间可以用来休闲 也可以用来工作 那么从一般均衡的框架来看呢 那工作就会产生收入 收入就会产生消费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种缩短购物时间 是有可能会提升消费的 好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实证检验也来探讨 数字金融跟消费之间的关系 这个模型跟刚才那个很像 只是左手边换成了一个消费的一个变量 就是家庭的一个消费 我们同样是采用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跟CRPS的一个数据 中国家庭最终调查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表示做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回归 这里四列 第一列是OLS 就是一个最小二层法的一个回归 然后呢 后面两列 第二第三列是一个用工具变量的一阶段和二阶段的回归 最后一列是用了消费率的一个回归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在所有的回归里面 我们都控制了很多 个人家庭和地区的一个控制变量 当然在控制变量的时候 这个结果也是稳健的 我们可以看到数字金融是会显著的去提升消费的 这个结论是无论我怎么做 它都是成立的一个这样一个结论 好 那么 那么这就初步证实说数字金融是可以提升消费 那么为什么呢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三种机制 第一个是支付便利性 就是它可以缩短购物时间 那么我们用三种指标来衡量这种支付便利 一个叫覆盖广度 这是支付保障户的覆盖程度 那这个答案是跟这种 支付便利是相关的 还有使用深度里面的支付业务 这个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指数的话就很清楚 还有一个叫做数字支持服务 它是用移动支付占比来衡量的 好 那么 这样一个前三列呢 就是这种子指数 就是这个指数的分 就是分 就是等于说它的分项 对这个消费的影响 你可以看到都是显著的 也就是这种支付便利性 它是能够提升消费的 并且我还做了一些直观的一些 一些检验 比如说我看数字金融发展 会不会使大家的网购更加频繁了 因为你支付更加便利了 所以你网购也可能会频繁 这也是一种支付便利性的体现 我发现是能够提升网购的一个频繁程度 并且网购的频繁 也能够提升消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四组证据 共同去支撑说 数字金融 它是通过支付便利性 会提升消费 好 那么第二个test 就是关于流动性约束 就是说 我会不会借钱去消费 那么这涉及两个部门 一个是信贷 一个是真信 那么这两个部门的发展 有没有提升消费 那么这个呢 我们做出来 并没有 信贷业务 真信业务 都没有对家庭消费起到 很好的一个提升作用 并且我们还做了一个直观的 我们把数字金融发展 跟这个家庭负债比 去做一个交互 如果你是原来借钱 你是已经负债很高了 那么数字金融发展 有可能可以给你提供 更额外的信贷资金 让你去消费 但是也没有 说明说 其实大家的消费 还是比较理性的 借钱消费这种情况 还是在平均意义上 是没有太发生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前面讲了 大家是有可能 通过数字金融 借钱去创业 但是并没有说 借钱去消费 那么因为借钱去创业 你可以预期 未来有一个 如果你创业成功 有收入流 所以是理性的 但是我暂时 从这个数据来看 平均意义上 并没有发现 我会借钱去消费 这样一个证据 所以这两个 并不是一个矛盾 然后最后 预防性储蓄 这个我们用 保险业务部门的 一个发展来看 我们发现 保险业务部门 虽然说一开始是显著的 但是当我们控制了 这个支付便利性之后 它变得不显著的 反而是支付便利性显著的 也就是说保险业务 它顶多是跟 支付便利性相关 但是它本身并不是 导致这个家庭 数字金融提升 家庭消费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保险支付 预防性储蓄呢 也并不是一个 显著的一个解释 好 好 那么这个预防性储蓄当中呢 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种检验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的这个城乡 它的保险 就是这个 养老保险的水平是 有区别的 城市的居民的 这个养老保险比较高 那农村边民比较低 那数字金融发展 如果它是真的能够通过 这种预防性储蓄去 增加消费的话呢 那它有可能更多的 促进了农村的消费 不是城市的消费 但是我们看这里并没有 城镇的消费 跟收入不一样 数字金融发展 它促进的是城市的消费 但农村的消费并不显著 那么我们回顾刚才 从收入来看 数字金融是提升了 城市的收入 没有提升城市的收入 只是提升了 农村居民的收入 也就是说 农村居民因为 数字金融发展 而有收入了 但他没有消费 而城市居民呢 因为他没有 数字金融发展 没有给他收入 但是他因为支付便利性 而提升了消费 这是一对 看起来是一对矛盾的 但是背后呢 其实还可以反映一些 经济的一个现实 就是城乡分割 中国呢 因为农村居民呢 我们在农村 其实有可能是因为 这个城乡分割的局面 导致他可以拿到收入 但是呢 他没有太多的渠道 去产生这个消费 从而呢 导致说这种 他取得了收入之后呢 他消费没有跟上 好 那么这个跟我们国家 一直采取的这种 户籍制度跟城市偏向 也是很有关系的 所以呢 数字金融要提升消费 其实有很多种渠道 一个是提升支付便利性 你们一定要 就是我们一定要 集中在能够提升支付便利性 这样一个机制 去提升 去扩大内需 另外一个呢 就是缓解 甚至消除城乡分割 这样才能让农村居民 也能够既提升了收入 又提升了消费 那么这是我 这第三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这个 关于这个数字金融 跟这个 这个居民的收入 跟消费之间的一个讨论 这是我写的这个 基本上可以算是两个论文 好 那么这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效应 好 那第三部分呢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关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一个 叫做捐低效应 这跟经济增长效应 又是不一样的一种效应 这是另外一个侧面 好 那这里面呢 分为四方面的一个内容 好 我们来进行一个介绍 那么什么叫捐低效应 那这里我们先跟大家来探讨 另外一个概念 叫做数字鸿沟 这是数字金融发展当中 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 好 因为数字金融发展 我们是要有网络 需要有手机 或者需要有电脑 但是呢 现实当中是存在一个 数字鸿沟的一个现象 数字鸿沟最早是由美国的一个 通信跟信息管理局提出来的 那它一般来讲 我们其实中国来讲 主要还是停留在一个 一级数字鸿沟这样的局面 这叫做信息的可接触性 就是用是否接触到互联网来度量 那么从中国来看 2019年的一个互联网报告 2018年的互联网报告 还有40.4%的人口 是无法接触到互联网 那也就是说 这些人 这些40.4%的人口 它是由 它没有接触互联网 那你可以想象它有可能 跟数字金融是根本没有关系的 因为它没办法上网 那么这个可能会拉大 跟有互联网的人的一个差距 这是有可能的 并且我们研究章当中 已经发现了数字鸿沟 可能会带来很多机会不平等 还有一些贫困发生率的一个上升 这都是数字鸿沟的一个危害 那么你可以想象 如果说 这个数字鸿沟不弥补的话 不消弥的话 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的 这个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这种 所谓的一个捐低效应 那这里先有一个案例来告诉大家 数字鸿沟有多么重要 这是一个反例 这是一个互联网发展 一个城市加速的一个案例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一个时间 是一个时间线 这个时间线刻画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最上面的这些国家 从16世纪就开始进行城市化 但是他们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 才把城市化水平提高到50%左右 但是近些年的国家呢 国家或地区呢 它只用了不到十年 几十年甚至不到十年的时间 就能提升到50%的一个城市化加速 那么大家会想 为什么会有这么快 城市化为什么是在加速的 那么很多人会说经济增长 会有很多种因素 但我们这里argue来说是 互联网的发展 或互联网的诞生 是带来城市化加速的一个 根本性的因素 那么反过来 数字重构的存在 可能是阻碍城市化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证实 这样一个事情呢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实证模型 左手边是这个城市化率 右手边是互联网普及率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但我们不只关注 这个互联网普及率的一个系数 我们关注的是 这个年份固定效应 为什么这个年份固定效应 能够来证实说 那个互联网 是这个城市化加速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因为 如果你在我们这个 估计模型里面 没有加入互联网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 传统的城市化模型 那么这个城市化模型的 所有的年份虚拟变量 都是正显著的 但是如果你一旦 加入互联网的变量 这个互联网的变量的 的这个系数是显著为正的 并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这些年份虚拟变量 一下子全部都变得 大部分是不显著的 这其实就说明说 互联网这个变量是 可以去解释 这种城市化加速的一个现象 并且这样一个估计结果 也得到了一些 内生性的一个检验 是稳健的 只不过我们这里没有完全的 报告出来 时间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个互联网的发展 是对城市化加速 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那反过来 数字鸿沟呢 就会阻害城市化的加速 也就是数字鸿沟的后果 是很严重的 好 那么介绍完数字鸿沟呢 那我们就来谈这个 数字金融的一个捐定效应 我首先从城市化来谈 那捐定效应到底是什么 那么刚才说数字鸿沟 是很 后果是很严重的 那么怎么样去缓解 数字鸿沟的一个负面影响呢 那么有两种方法 一种大家可以想到 直接采用公共财政的手段 去缩小数字鸿沟 也就是说让大家都上网 这个方法肯定是很直接 而且是最根本 但是耗资很大 还有另外一个 他可能会有些人 我就是不上网 自选择的问题 方法二 不用去用公共财政的方法 而是利用市场力量 也就是说 我们就放任这个市场 我们给定目前的一个 就是互联网的一个普及率 我们放任这个市场 放任数字金融的发展 放任数字经济的发展 能不能够让这种 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发展 它的成果能够溢出到 那些原来无法接触互联网的群体 这其实就是一种 跟那个扶贫当中的 捐低效应是很有关系 捐低效应 一般来说是指那个扶贫 它英文叫做 trickle down effect 扶贫当中的捐低效应 就是说 贫困是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 而不是通过精准 就是不是通过这种 直接的给你钱的方法来解决 就是经济发展 让所有的这种 让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发展当中 获益 只是获益多少的问题 这样子来实现扶贫 所以我们想说的就是 数字金融发展 有没有可能 可以有这样一种捐低效应 能够缓解 数字鸿沟所带来的一个 负面的一个影响 这是我们除了数字金融的 增长效应之外 所要探讨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好 那么怎么样来探讨这样一个议题呢 我们这里 我们主要两个对象 一个是城市化 那么首先 那么我们会建立三个模型 首先第一个是数字鸿沟 跟城市化的一个模型 这是一个微观数据的模型 刚才是宏观数据 现在微观数据 左手边是一个居民的 一个非农就业决策 就是我如果 到非农部门就业 这个变量就定义为1 如果在农业部门 这个就业的话 就定义为0 然后呢 这个右手边的internet 就是他能不能 这个人能不能接触到互联网 那么我们这里会控制 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然后这里有个小的错误 这里应该是个人的一个固定效应 不是家庭的固定效应 来探讨能不能接触互联网 对他的非农就业决策 到底有什么影响 然后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探讨数字金融发展 他有没有提升 非农就业决策策 这是两个单独的违规 一个是能否接触互联网 另外一个是数字金融发展 对他对这个非农就业决策策的影响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我们要探讨的 就是数字金融 有可能会对居民就业选择的 带来一个意志性影响 这是由于能否接触互联网 这样一种意志性带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β2的系数 是在这个数字金融的一个发展 交互上这个能否使用互联网 这样一个指标 这样来探讨数字金融 对于那么这样子的话 β1和β2就衡量了两个事情 β1是衡量那些数字金融的发展 对无法接触互联网的一个 个体的一个就业选择 而β2是数字金融发展 能够对接触互联网的 家庭个体的一个就业选择的 额外的一个影响 来做这样一个分离 好 那么做这样分离 我们就来估计这三个模型 首先第一个 数字鸿沟有没有阻挡阻挡层 这是肯定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能接触互联网 我的非农就业 我更倾向于到非农部门进行就业 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好 然后第二个模型 数字金融发展 也是能够带来非农就业的一个促进 我们用了工具变量的一个估计 能够发现 它的系数也是正且显著的 数字金融发展 能够促进城市化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数字金融的一个 意志性的影响 大家可以看这两个系数都是正显著的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数字金融发展的本身 上面这个系数 它是衡量了对无法接触互联网的影响 下面这个系数是衡量的对可以接触互联网的一个额外的影响 好 那么大家就可以 那么下面这个是正显著是很自然的 因为能够接触互联网 在数字金融的一个帮助之下 我能够更好的去到非农部门就业 但是问题在于说 我们居然发现了数字金融的一个 数字金融的一个发展 它本身也能够促进这个非农就业决策 也就是说 数字金融发展 它本身能够溢出到那些无法接触互联网的一个群体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那我们可能会想 希望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它会溢出到这种无法接触互联网 这就是所谓的一个捐低效应 好 那么我们做了 我们之后做了两个回归 第一个是数字金融发展 跟非农就业决策策 我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非农受雇 另外一类非农自雇 非农自雇你就可以理解为创业 然后受雇呢 你理解为是受到企业的一个雇佣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主要是提升了那些 无法接触互联网个体的一个非农受雇 也就是说 其实数字金融发展 有可能是带来了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提供了更多的一个就业机会 这种就业机会的增加呢 是能够溢出到那些 无法接触互联网的一个个体 就是提供了 这是一个机制的所在 并且 这些转移出去的劳动力 它的收入水平还能有增加 当我交互上 把这个非农就业决策策 跟数字金融发展进行一个交互 探讨这个 在无法接触互联网群体里面 他们的收入能不能提升 我们会发现 收入的确是挺深的 也就是说 它创造了更多岗位 并且是高收入 促进了这些 无法接触互联网的个体 转移到非农部门进行就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数字金融在城镇化这个角度 它是能够带来这种 所谓的捐低效应 这是有别于经济增长效应的 另外一个数字金融发展 能够带来的一个层面 所以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这个数字鸿沟的一个负面影响 好 那么另外一个 我还从消费的角度 去做一个 关于捐低效应的一个探讨 那么刚才消费 我们刚才已经做了一个 经济增长那边 已经做了一个讨论 所以它的重要性 我们就不说了 很重要 那么有没有可能 数字金融也能够去缓解 数字鸿沟的影响 的一个负面影响 然后能够提升那些 无法接触互联网的 居民的消费呢 好 那么我同样去做 类似的回归 去看这个消费 以消费为地上去做 来看 首先第一个 能够接触互联网 那对家庭消费 是一个显著的 触定作用 这个大家 当然都会有共识 好 那么 第二个呢 数字金融发展 能提升消费 这个是刚才 已经有的结论 在第二部分 已经有的结论 好 那么 那么在 数字金融 能够提升消费之后呢 我们来 重点来看 这个数字金融发展 它的一个意志性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回归 跟刚才那个 还不太一样 我们可以发现 数字金融发展 它对提升消费 居然还是有 跟有别于 城市化的一个 一个现象 数字金融发展 本身的变量 是正显著 说明说 数字金融可以 它能够提升 那些无法接触 互联网群体的消费 而数字金融发展 跟能否接触 能够接触互联网 这样一个虚拟变量的 交互相是 负显著的 也就是说 总体而平均而言 数字金融发展 提升那些 无法接触互联网的 群体的 这个消费水平 还要更高一些 那么为了确信 这样一个结论 我做了一个 非样本的回归 大家可以看 我这里分成两个样本 一个是能够接触 互联网的家庭 另外一个是 无法接触互联网的家庭 大家可以看到 数字金融发展 它主要是 它更多的是提升了 那些无法接触 互联网的一个 家庭的一个消费 那这个就比 城市化来得 更加的有一个 缓解作用 就是这种 捐低效应 捐低效应就更加明显 那你可能会想 那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无法接触 互联网群体 它的消费水平 反而能够提升得更多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来看 那么 那么它背后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来看 那么消费 主要跟收入相关 所以我们首先看收入 看是不是通过收入 去影响消费 那这个 这个表格就很明显 数字金融 主要提升了 哪类家庭的一个收入 无法接触互联网的家庭 而不是能够 接触互联网的家庭 就是从平均意义上来讲 它对家庭收入的 溢出相应 主要是 它对收入 它对家庭收入的一个 作用主要是 溢出到了 这个无法接触 互联网的一个家庭 那为什么 它会溢出到 这类家庭 那么我们进一步 去看 收入的一个分项 我们可以看到 它为什么 它主要是溢出到了 两种收入 因为收入有很多项 收入大概有五项 那么它主要是 溢出到哪两项呢 工资性收入 还有另外一个 农业经营性收入 两类收入 那么对于工资 工资性收入来讲 很简单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刚才在上一个 这个专题里面 已经说了 因为它能够带动 非农受雇 所以呢 受雇主要是拿的是 工资性收入 那么显然 数字金融能够带来 这些群体的 这个工资性收入提升 就是带动 非农受雇 另外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它对这个农业 经营性收入的影响 也是显著的 也就是说 它不仅带动了 非农受雇 它还带动了 这个农业自雇的 一个经营性收入 那么这就 那这就很有意思 就是它 它其实同时带动了 两个部门的一个收入 一个是 非农部门 一个是农业部门 那么从总体的情况来看 那么如果你去分 进一步去分析 这个就业 你可以看到 数字金融发展 它提升了 那些无法接触 互联网的群体 它主要是 它主要是 提升了 这个 非农受雇人数 也就是说 它推动了 这些无法接触 互联网的家庭 它往非农部门走 而留在农业部门 它虽然农业自雇的 一个收入能够提升 但是农业自雇收入完了 它也不需要那么多人 因为农业 它有自身的 一个演足点 一个效应 就是有一个 结构转型的效应 我农业收入提升 我需要的农业劳动力 不需要太多 那么农业自雇人数 自然就会降低 它把这些劳动力 都挤出到了 非农受雇里面 也就是说 其实数字金融 在这个促进非农就业里面 它其实带动一种 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 那么为什么 它能够提升 农业经营性收入呢 那从现实来看 为什么这些人 他不能 他没有互联网 那他为何 他的农业经营性收入 能提升呢 那么我们观察现实 其实很多农民 他是不一定有 能接触互联网 但是呢 现在有很多 地方政府 还有中间商 他能够通过网络平台 他把这些农民 农民的这种农产品 能够挂在网上去销售 那么这种情况下 其实是扩大销入 也就是数字金融发展 它是能够帮助 这些农民去扩大收入 扩大销入 扩大收入 尽管他们自己本身 并不需要一个 互联网的一个接入 也所以呢 通过这种渠道 它去带动这个 捐低效应 缓解这个数字鸿沟的 一个影响 这是这个 这是 这是这个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做的两个分析 数字金融发展 它能够缓解数字鸿沟的作用 从城镇化 还有家庭消费 两个层面 好 那最后一个呢 那这种捐低效应 还是存在局限的 也就是不是说 数字金融就完全很好 什么问题都没有 它肯定还是有局限 特别是在这种 家庭贫困里面 在这种 处于深度贫困的 这种家庭里面 这种捐低效应呢 体现的没有那么明显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理解 大家可以想象 那么如果对于一个 又处于深度贫困的一个家庭 然后他又不能接触互联网 那你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想象一种情况 就是其实数字金融 你要汇集它是很难的 因为他可能因为 自身的物资资本的限制 人力资本的一个限制 那么他没有办法 他不能够享受互联网 给他带来的红利 甚至没有办法享受这种 捐低效应给他带来红利 所以对于这类群体 捐低效应可能是汇集不到 那对于这类群体来讲 有可能我们却要去消弭 这种数字鸿沟 或者采取其他的方式 好 那这个的分析呢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那么是来看数字金融 跟这个家庭贫困之间的一个作用 那么我们构造了一个 多位贫困的一个指标 之后去看数字金融 跟贫困之间的关系 跟其他的不一样 我们发现数字金融 如果你从总体的一个估计来看 数字金融它是增贫的效果 这里被解释变量 是一个多位贫困状态 也就是说数字金融 居然是增加了这种贫困的一个发生率 这跟之前数字金融正向的效果 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换另外一个指标 多位贫困程度 你得发现 它是增加了这种贫困程度的 那么为什么呢 那么大家就可以看 如果你分样本来看 数字金融发展 它主要是带来了那些 无法接触互联网的家庭的一个增庭 它对于能够接触互联网家庭 它是没有这种增贫效果 也就是说 好那所以这个回归 其实主要来说 就是跟我们前面的 这种捐低效应有局限性 也是呼应的 也就是说数字金融发展 它可以有捐低效应 它可以让那些 可能在贫困线以上的一个家庭 它虽然不能接触互联网 但是我能够产生一个捐低效果 但是对于那些 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 大概率这种 捐低效应很难汇集到 那么并且我们还去探讨 到底哪一类群体 贫困群体 有可能会受到的影响更大 我们发现有几类群体 一类是女性 一类是中年 另外一类是人力资本水平较低 好 那么政策含义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尽量去关注 这几类贫困家庭的一个群体 有可能 数字金融的一个发展 它的捐低效应虽然强大 但是没有办法汇集到这些群 好 这是我这个研究的一个发现 好 那这主要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 其实这林林总总好几篇文章 就是我摘了一些主要的发现 来跟大家分享 那么总结起来 我今天主要讲了这 以下几个内容 第一个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快 并且这种大 大国效应 在数字金融发展当中 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也推动了 贫困金融的一个发展 其次呢 从数字金融的一个增长效应来看 它促进了创业聚会的均等化 带来了收入的均等化 带来了高龙性增长 并且也通过支付便利性 去带动消费水平的一个提升 那么除了增长效应之外呢 数字金融还可能带来一个 捐低效应 尽管存在一定的局限 它有可能能够缓解 数字鸿沟的一个负面作用 去缓解这种 无法接触互联网家庭的一个 去提升 这种无法接触互联网家庭的 一个城市化和消费水平 那当然呢 对于一些深度平均的家庭 捐低效应 还是存在一定的一个局限性 那么政策含义上呢 当然 首先那数字金融 肯定要大力去推广 因为它是 它对大部分的居民来说 它都是有一个 非常正向的一个效果 不仅有经济增长的一个效应 收入消费的一个效应 还有这种捐低的一个效应 那当然数字金融 不是全部的故事 它还需要政策去配合 不是说数字金融 就可以解决了 我们还要着力 还是要去着力消除四次鸿工 然后呢 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这是能够运用 数字金融技术的一个前提 最后呢 是消除城墙 这些都是 数字金融能够起到一个 经济发展 我所谓的2.0的一个版本的 一个关键性的一些举措 好 那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有点超时 因为内容比较多 也请大家见谅 谢谢 好 感谢张勋老师 给我们做的一个 比较全面的报告 下面呢 我转换一下角色 我变成了点评人 那么我们对张勋老师 这一本书 所做的内容 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那么张勋老师实际上 对我们这个北京大学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和北京大学 这个所做的 这个CFPS数据合并使用 那么做了一个 相对先驱性的工作 其实国内比较早的 把这两个数据 放到一起做研究的学者 不但起步比较早呢 而且对这个 关于这个数字金融 对消费 对创业 对贫困 对数字鸿沟 对这个捐低效应等等 那么这些方面 都做了一个 比较深入的研究 所以呢 这个不但这个全面 而且呢比较深入 那么我相信大家 听完这个讲座以后呢 又喜悠悠 喜的是我们从中 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么悠的是 感觉这个能做的 已经被张勋老师做完了 不知道以后还能找到 什么样的题目可以做 当然呢 我们可以 那个站在 张勋老师的巨人肩膀上 接着往下面做研究 第二呢 就是我们这个 张勋老师呢 对这个数字金融研究 这个方面呢 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 不但解释了这个数字金融 这个来源 就是我们他提出了这个大国效应 中国为什么数字金融 比其他国家发达 特别是在某些方面 超过了发达国家 是吧 我们这个大国效应 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解释了这样一个来源 那么同时呢 对数字金融的结果 最核心的结果 就是促进了经济增长 那么促进经济增长呢 它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是需求方面 需求方面就是促进了消费 数字金融促进了消费 第二呢 从这个供给方面 数字金融促进了创业 是吧 把这两方面供给和需求 两方面都分析完了 那么总结出来 数字金融促进了包容性增长 那么这解释呢 也比较合理 符合经济直觉 那么作为点评人呢 当然我也有点建议和这个疑问 一并提出来 第一建议呢 就是在这个研究 这个大国效应的时候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 在互联网时代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微观经济学理论 叫网络外部性 意思是呢 就是一个人参与网络 能得到的效用 跟这个网络里面 已经有的人数量成正比 所以呢 当一个人加入网络以后 不仅仅使这个网络扩大 而且呢 会使这个网络里面 所有的其他的人 效用都增加 从而吸引更多的人 加入这个网络 因此呢 它实际上有两个效应 那么为了解决 解决这个网络外部性呢 我建议啊 就是在这个大国效应这边研究呢 不仅仅加人口 而且加下人口的平方 是吧 加下人口平方 它不是一个线性的 所以呢 如果把 想把这个网络外部性加进来 加一个人口平方 我觉得 如果这个人口的系数是正的 人口平方系数也是正的 那么这个可能 网络外部效应 这边就是能说明的 比较清楚一点 第二呢 我们就是解释大国效应的时候呢 就不可避免会 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 就是印度人口也很大 对吧 人口也很多 并且印度比我们优势在什么地方呢 印度的IT 实际上是 行业可能是 就是至少技术 比这个 这个中国还要发达一点 特别是在这个 加州 在硅谷这边 马龙 这个印度人 好像比中国人更优势一点 而且它是 就是相当于英语 是它的官方语言 可能在IT技术这边 它领先我们 就华人就要好一点 因为我们的语言 至少跟这个 欧美国家 这个有一点 这个隔阂 所以呢 这个印度为什么 也是一个大国 在IT技术又很发达的时候 它的数字金融 没有我们 这个 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 没有我们发达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解释的 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呢 可能也是 对这个理解数字金融发展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基础吧 好 那么 这是我一个建议 下面呢 我就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在张鑫老师 用这个工具变量的时候呢 他用了一个家庭审会的距离 乘以这个 应该是数字金融指数 就除了他自己这个 除了他自己的地区 其他地方的数字金融指数 所以呢 就不可避免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距离啊 本身是会影响 一系列外的 特别是影响家庭是否创业 是吧 就是家庭 如果说去杭州 可能影响不是那么大的话 那么距离审会的距离 实际上会直接影响到创业 因为审会一般在中心地区 一个省的中心地区 那么他距离审会远的就比较偏远 偏远的肯定本身就会影响到创业 因为物流啊交通都不方便 对吧 可能基础是各方面都比较差 那么这个就本身就会影响到创业 那么这个我不知道张鑫老师 没有更合理的解释 那么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张鑫老师可以先回应一下 也可以先看一下观众的提问 或者我可以先看看 有没有老师同学一起 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 你可以看到聊天窗口 这边是你自己选择 还是我们帮你选 你自己选吧 我这里好像没有 聊天窗口看不到 数字金融跟金融科技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 好 那么这个那几个问题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说一下 那印度这个的确是一个 我们可能需要再去研究的这样一个对象 我的猜想是印度可能 它其实目前还没有 国内是不是它的整个 我的猜想是它的金融需求 还没有像中国来的这么大 那么私人的金融需求 可能跟私人金融需求是有关系 那么因为数字金融发展 它是需要一些私人的金融需求 到一定的程度 那么它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能够能够数字金融能够能够能够兴起 那么因为那因为你数字金融 它是跟数字和金融相关 那么数字我相信印度 它它的这个科技那么发展 那么它其实可能是在金融需求这一块 可能还是还没有那么旺盛 那当然这个我们还去后续去研究 如果您说的这个人口的瓶装 那当然这个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讨论 然后关于这个工具变量 对您说的很有道理 这个因为它跟省级的这样一个距离 它的确是可能排他性约束 这样是没有 可是可能有 是可能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在这里重点强要是跟杭州的距离 这样一个工具变量 纳入这个省级的这样一个距离 纳入省会的距离 它主要是为了 为了解决什么 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工具变量分析 它可以去 相当于可以做一些外生性的一个分析 能够做一些外生性分析 所以相当于加了这样一个 加了一个省份的工具变量 但可以看出的是因为 但是可以比较好的 是因为它的这个省份的距离 它是随时间不变的 相当于外部的变化 不会影响这个省级的距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如果把一些地区层面的一个经济变量再控制 可能这个排大性的这个约束就可以相对切断的稍微干净一点 这是我的理解 但我主要是觉得这个工具变量 它主要是这个杭州的距离的这个工具变量会来的相对的更加外生一点 这个的确省级的这个省会的距离可能 这个工具变量我们可能还要再进一步去思考 那但是目前来看 这个不管从相关性还有排他性来看 这个工具变量来看 还是相对比较有效的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统计量 好 那么这是几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几个数字金融金融科技 这个应该在我们整个范畴来看 应该还是一致的 我一开始就给了这个数字金融一个定义 它其实它就是利用一些大数据和云计算 大科技平台这样一些数字技术 这个来创新一些金融产品了 提供金融的一个业务 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 数字金融金融科技应该还是 一个比较等同的一个概念 然后 对 CFPS我们用使用的 我们使用的是城市层面的 城市层面的 因为县级层面的这个相对来讲 比较 它的相当于 它的这个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它的县级层面相对来讲 可能覆盖 从覆盖的人口来看 可能会有一些异常值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稳健性的考虑 我们使用的是市级 市级而不是省级 大部分是市级层面的一个变量 那么市级我们就 我们其实也是要去到 所以从技术层面 我们也需要去到这个CFPS的机房 去跑这样一个市级的一个代码的一个数据 这个是一些技术层面 好 然后扶贫工作中捐低效应 是不是也有局限性 是否也有 这增贫效应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 的确数字金融来讲 你是说扶贫工作当中的 是不是也有可能有增贫效应 这个其实 这个可能我们 如果线下 可能需要线下探讨 因为这个跟数字金融 还不是特别相关 增贫效应也有可能 比如说你的这种扶贫工作 如果扶贫工作的话 它存在一些分配不合理的地方 那当然会有增贫效应 但扶贫工作跟捐低效应 我觉得是两个概念 因为捐低效应 我们说的就是 从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自然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 对贫困群体来共享 所以这个应该不是跟这个扶贫工作 应该是两个概念 我的理解 扶贫工作我认为 有可能带有增贫的一个效果 这取决于我们的扶贫的一个机制 好 另外一个 先让一部分人负起的 先富带动后富 在数字金融在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消费 会不会逐渐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负起来 会不会从长久来看 会抑制消费 这个其实我们刚才说了 数字金融有可能可以起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缓解 这种数字鸿沟 或者是带来包容性增长的一个效果 所以看起来 我的这个研究来看 还是不太支持这样一个所谓的 先让一部分人负起来这样的结论 不管从数字金融的发展来看 来看也好 或者从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来看 它都带有一些普费性的一个特征 年份虚拟变量效应反映很多问题 加入以后年份不显著 恐怕不足以说明互联网发展 就是情绪化加速的一个驱动力 这里还有一个 可能我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 因为它的年份虚拟变量的系数 除了这个大部分 之前变得不显著之外 之前显著的 之前显著还有 它是随时间是扩大的 这个年份虚拟变量 它的估计值 它是随时间扩大的 所以加入以后 这些年份虚拟变量不显著了 这就说明 程式化加速 它的确是 就是这个互联网 是程式化加速的一个驱动力 这个是我这个在解释的时候没有解释清楚 好 那主要就是这些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还可以 这个之后给我写邮件 我的邮箱地址 我也打在我的 也都在这个屏幕上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给我写邮件 我也非常欢迎大家 给我提出的这个批评和建议 因为我今年也是希望这个来 就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出版 所以这个现在还在进一步 在研究当中 应该这个直播的一个视频 之后应该是会放到B站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到B站上面去 去索取这个视频 好 那这个就是我的所有的回应 张老师 好的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实际上来做两个广告 第一个广告呢 是张勋老师书 今年要快要出来了 等书正式出版以后 大家可以抓紧购买 去学习里面的细节内容 那么第二个广告呢 是我们本次讲座是第三次 我们第四次讲座 是在这周日的晚上 还是八点 由我来做一次 关于数字金融 与中国银行业布局的 一个学术报告 好 那么感谢大家参加 今天晚上的这个 在线学术讲座 谢谢大家 谢谢张勋老师 好 如果这个没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离开就可以退出了 好吗 好